那當然我們也說到了 今天要進行我們首屆的 首屆的運宅一大賽 對不對 我們高潔的首屆的運宅一大賽 那當然相信 我們現場有很多的朋友們 身上都有我們的號碼牌 今天要來參賽的這個時候 讓我仔細看一下好嗎 來 身上有號碼牌要來參賽的 讓我看一下 好的 非常開心 看到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一次 郁宅一的光暴舞蹈大賽的現場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將會幫大家來參加一系列 跟我們郁宅一相關的一個舞蹈 舞台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現場 因為其實除了有我們身上貼著號碼牌 或者是本身呢 就了解我們郁宅一的朋友們之外呢 這場其實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不太知道 什麼叫做郁宅一對不對 那這邊讓我來簡單的為各位 稍微的簡單的介紹一下了 我們的郁宅一呢 原本呢它是源自於日本的偶像演唱會 由我們台下的粉絲 應援台上偶像的一個應援行為 有點像是呢 隨著歌曲來呼喊特定的一個口號 拍掌以及做相對應的一個動作等等 那隨著我們時間的一個發展呢 開始有人發現喔 這種大幅度的一個演員動作 做起來非常的有張力 那差不多在十年前 日本那邊呢 開始有人試著 拿當時剛盛行的一個 方便度的一個影光棒 來打郁宅一 並且呢來拍成影片 丟到NicoNico啊 還有我們的Youtube上面 那掀起了一陣的轟動 那也讓非常多的人開始效法 這樣的方式來呈現我們的一個郁宅一 那它發展震驚呢 郁宅一被加入了非常不同 許多不同的一個元素喔 包含很多的動作啊 以及一些元素等等 那當然呢在拍攝方面呢 我們也加入了更多精緻的一個拍攝手法 將近我們現場前方的我們幾位評審 應該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那當然呢 我們從原本對於他人的一個應援 他漸漸呢演身成一種 我們獨立的一個表演方式 像是我們今天其實 貨凡美麗島的一個商場的開幕記者會 一開始呢 其實我們就有 由我們的EVOLUTION 帶來我們非常精彩的一個表演 那簡單來說呢 我們的郁宅一 基本上就是一首 郁宅族來享受音樂 以及表演表現自我的一種方法 那我們這一次的大賽呢 愛通世界呢 讓我們一名的參賽者 來上台的一個形式 進行個人的一個演出 參賽者必須要以雙手 來手持螢光棒 為基礎的一個形式 演出指定的一個勾取片段 那我們的冠軍呢 將獲得 由閃軍所提供的 1萬元的一個獎金 以及100隻的 露米卡大閃光ARC 那雅肌呢 也會獲得獎金3千元 以及50隻 露米卡大閃光ARC 那進入最強的一個參賽者呢 各會獲得獎金1千元 以及金裝露米卡大閃光ARC 一盒 那我們今天呢 還有我們的贊助廠商 包含了我們的 我們的 羅米卡啦 剛剛有提到 那我們會去跑 日本的一個演唱會的一些粉絲 朋友們應該對於我們的 羅米卡AGM 絕對不會錯過他們家的一個 大閃光系列的一個 音樂著世界最亮 以及卓越的一個品質喔 羅米卡AGM 在日本音樂品上呢 是第一首選 同時也是我們世界的一個領導品牌 不僅僅呢 在我們的演唱會上 大閃光系列的一個光棒 也在像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日札一壓 生存遊戲 冰魄表演 登山 陸林 派對 潛水 甚至是釣魚 救災商店 它其實有亮亮眼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現在呢 不用特別跑到我們的 日本秋葉原購買啦 現在呢 在台灣就買得到了 那我們請讓我們的 羅米卡LINE 跟您呢 一起來照亮我們的全世界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參賽者呢 只要完成我們的打卡活動 都可以在 預賽結束之後 來到我們的閃支攀位 來兌換我們 羅米卡小閃光的一個發光調室 好嗎 在現場做的參賽者 等一下記得 預賽結束之後 都可以來到我們的閃支攀位 來兌換我們的 羅米卡小閃光的發光調室 好嗎 千萬不要忘記咯 那接著呢 我們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大力的一個贊助廠商 是我們的歐卡 跟我們的一個參賽者 淋出我們的小閃光之後呢 今天呢 還有我們的歐卡氣泡影 要不要我們現場 在場所有的觀眾 同意我們一個打氣加油 是由可口可樂公司 推出的歐卡氣泡影 主打呢 淋湯淋卡淋紙 三種全新的一個口味 包含了我們的 柚子海鹽 水蜜糖 烏龍茶 荔枝乳酸 一張藝的一個 鼓克雙風會讓大家呢 欸 有一種清新的一個感覺 那今天只要在現場呢 完成我們的小遊戲 打卡就可以來免費的 當然我們要準備好我們的比賽 對不對 一定的要有我們的評審了 那今天呢 我們特別邀請到我們 非常多位的一個評審 來到我們的活動現場 首先我們的第一位評審長 我們的第一位是我們的評審長 是我們Evolution的館長 同時也是第一屆 螢光棒舞蹈世界盃頭大賽的一個 台灣選拔賽的一個冠軍 那我們掌聲 歡迎我們的 YOURCE 好 那我們請YOURCE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大家好我是YOURCE 我目前是Evolution的團長 那今天很榮幸擔任到各位的 欲張螢光棒舞蹈大賽的團隊長 大家要全力以為 然後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目前是經歷大約是六年 大約從2016年開始打藝 有沒有人知道我是因為什麼開始打藝的人 有人知道嗎 來來來這邊的朋友 欸 同一團還忘記 要是嗎 好那我從2016年累積到現在呢 除了是從 因為我是從一緣開始 他累積了很多的經驗在於 我們都去做這個WOTA GANG的部分 那 且和高雄都陪我一起組建的一個團隊 那我自己本身 最WOTA GANG特別在意的是在於 光肌的部分 那這也是我今天專業評分的一個重點 那光肌的部分呢 受到很多的部分影響 除了身體的協調度 手的握方方式 發力方式以外 還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影響到 你光肌存現出來的感覺 畢竟 WOTA GANG很大部分 在我們手機 光棒的表演中 很大部分就是用 光肌的部分 才決定 呈現出來的動作會是怎麼樣 對吧 那今天的話 就是再麻煩各位要 全力以赴 然後 知道這場比賽的敬禮是什麼嗎 比賽的什麼敬禮 這場比賽的敬禮 知道是什麼嗎 不要講我名 所以不能像剛剛 這樣子喊你的名字嗎 知道了不要再講我名字了 拜託這到底怎麼可能 好 那今天就謝謝這邊 那我們歡迎接下來 下一位評審 好 謝謝所有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 我們第二位評審呢 他是呢 目前人在活動當中的 台灣最資深的表演藝師 同時也是 EVOLUTION的 編排指導 讓我們歡迎 我們的MINA 掌聲歡迎 哈囉 我是MINA 哈囉 我是從2014年 從2014年開始在玩 這個MINA 那我最 因為 因為 你比較實際 剛出台灣比較少人在玩 這個東西 所以我 從 南至高雄 北至台北之後 和前輩和後輩一起交流 這樣 那如果對 台藝有一些 以前的影片 或是 需要討論的地方 都可以來 翻譯台照 一起 就是 可以加個沒整整整 那 那 那在這裡 跟大家說一下 那個 比賽的 比較 教出的一些細節 嗯 因為比賽分成 藝術分和技術分 這兩個部分 那 每個評審 注意的點不太一樣 那我的 那 藝術分的點 可能比較注重於 你的動作和你的 歌曲的拍子 的一個和諧度 那 那 那如果是記輸的帽子 才會不會是下牌的 那 希望各位選手可以 好 好 我們謝謝明年 謝謝 好 緊接著的是 我們的第三位評審呢 網路 他的台頭也是蠻厲害的 是我們第二屆 雲光棒舞蹈 世界貝頭 世界冠軍 歡迎我們的小群 大家好 我是Siren Dance World Metal世界冠軍 我本身也是 世界御宅裔的創辦人 那 我本身是台北人 很高興 這次叫高雄 然後擔任 各位來自台灣 各地 打師的評審 那麼呢 也希望大家 對這一次的賽斯 全力以赴 不管你對手是誰 技術正式一場戰鬥 寧可 輸也要對得起自己 不要想什麼 輸輸以不贏 重點是 全力以赴 聘這個第一名 然後讓自己享受 戰鬥的過程 然後讓大家可以透過這次經驗 然後讓自己更上一層樓 所以是下一次 我們再次有比賽的時候 可以 再一次獲得冠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接下來呢 要歡迎我們最後一位 綠俠人 他是台灣第一位的 綠俠一講師 德上門的創辦人 歡迎我們的舒公 大家好 我是德上門創辦人 那我從2011年開始 在亞中技術學院的地方 開打一教室教課 這樣子 然後呢 現在這些年我已經半已退了 大概都 活動都交給 兔子獨孫處理 但是 我還是很高興說 能夠來這邊當評審 謝謝大家 然後 再來 我個人認為呢 我在這個圈子裡面 最重要的是 不是說 我 拿他們T-shirt賣到 全世界一千多件 也不是什麼 很多人怎樣 但是我覺得我最重要的是 2017年 國畢飯店 一個55桌的 婚禮 我讓五個小朋友 上台表演 打意 而且重點是有薪水的 雖然不多 可能一萬塊 三首歌不算很多 可是我覺得是一個開始 我一直希望說 推廣這個活動是 你們那麼辛苦練完以後 應該是要有收穫的 就像這場比賽會有獎金這樣子 而不是說 大家練開心而已 所以 這是我一直在推的目標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你們 謝謝 哇 我們今天的評審 各個都帶有來頭 對不對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現場做的參賽者 等一下呢 都能夠全力一副啦 還要拿著